给她一个机会 她敢往患者身上疯狂的打毒品 她是比黑衣刘祥峰更黑心的 英国爱衣恶魔 时间来到1998年6月24日的上午 英国海德镇 前女市长凯瑟琳格兰迪在家中去世了 享年81岁 医生给的死亡证明上 死因是正常的衰老死亡 女儿安吉拉在整理母亲的遗嘱时 惊奇的发现 母亲竟然将全部遗产 38.6万英镑 全部赠送给了自己的医生 哈罗德·西普曼 奇怪的是 安吉拉跟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 没有什么矛盾 就算母亲再怎么信任哈罗德 这么做实在也说不通 而且母亲的法律事务 一直是由身为律师的安吉拉打理 早在12年前 母亲就引力好了一份遗嘱 就放在女儿那里 母亲生前严谨认真 重要的文件一直是手写 这份新遗嘱却是用老式打字机打的 而且排版粗糙 用词异常 弱款的签字也比平时要小 这份新遗嘱 极有可能是伪造的 安吉拉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征求家人的意见 开关验尸 结果显示 凯瑟琳在临死前 射入过量的马飞 这才是真正的死因 安吉拉惊出了一身冷汗 哈罗德在母亲死后不久 曾经向安吉拉建议采用火葬 但是因为母亲的宗教习惯 拒绝了火葬 而死亡证明也是哈罗德开的 警方在哈罗德的诊所 搜查到了大量的马飞注射液 以及一台老式的打字机 打印出来的效果 与那份遗嘱完全一致 哈罗德被告上了法庭 却失口否认所有的指控 他声称 凯瑟琳长期凶痛 过度使用马飞 早就成了瘾君子 之前也借过打字机 新遗嘱是怎么来的 自己完全不知道 可安吉拉知道 凯瑟琳生前的身体一直很好 死亡当天 还打算去老年人的康福俱乐部 做义工 本以为案件会就此尘埃落定 却没想到 随着调查的深入 揭开了隐藏二十多年 白衣恶魔的真正面目 关注我 下期我们 教教说 二十三年间 杀害两百多人 生批天使外衣 实施犯罪 被人们称为死亡天使 在英国 德高望重的医生哈罗德 涉嫌杀害前市长凯瑟琳 消息已经登报 警方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有大批的居民反应 家中老人都是由哈罗德治疗 身体健康 却又突然去世 然后收到了他开出的死亡证明 以及关于火葬的建议 一桩震惊全世界的连环杀人案 浮出了水面 警方连夜调查了 哈罗德保存病例的电脑 发现了许多患者的医疗记录 在其去世后 都被大面积的篡改 对其中15名土葬的死者 进行了尸检 体内都发现了致死量的马肥残留 1999年10月5日 警方就15桩杀人案 提出了起诉 法庭做出了判决 哈罗德办伪造遗嘱罪 判处4年监禁 15项杀人罪成立 两罪并罚 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与假释 然而那些没有得到 法庭审理的死者家属 表示不服 强烈要求彻查 迫于娱乐的压力 2001年6月 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 戴米·史密斯牵头 成立了由法律 心理犯罪学专家组成的调查组 历时一年的时间 给出案件的调查报告 哈罗德确凿杀人人数为 215人 另有45项杀人嫌疑 数量上来说 是世界上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 刑医23年以来 哈罗德平均每个月 至少要谋杀一人 他的病人死亡率高达20% 而全英国医生的 平均患者死亡率 仅为0.8% 他的目标通常是独居的老人 最大的97岁 最小的才41岁 不少都是邻居或者是熟人 有6人竟然居住在一条街上 这份报告长达6卷 共2000页 罪行可谓是庆祝难输 居民眼中平易近人的好医生 就是一个身着天使外衣 却残忍无情的恶魔 但奇怪的是 哈罗德与人友善 医术高明 跟很多病人都是朋友 除了凯瑟琳格兰迪安外 并没有将死者的遗产据为己有 那他杀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关注我 相信我们接着说 他自认为是医学之神 却在行医23年间谋杀了215人 居然还有人替他向法官求情 他叫哈罗德·西普曼 2000年因为谋杀215人被投入了监狱 在狱中他一直是模范的囚犯 干活认真 每天读报 还把四本哈利波特翻译成为了盲文 只有一件事能够看出他的本性 他总是聚精会神的 欣赏电视节目上 描述他杀人的节目 时不时的露出得意的微笑 他作为医生 为什么要谋杀这么多人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哈罗德出生于英国诺丁山的一个工人家庭 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 尤其是妈妈 既慈爱又严格 从小便向他灌输 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心理情节 17岁那年 母亲患了癌症 他经常目睹医生给妈妈注射马飞 缓解癌变带来的剧烈疼痛 却依旧无力回天 母亲的去世激发了他学习医学的兴趣 也扭去了他的心理 产生了对成瘾性止痛药的迷恋 大学毕业成为医生之后 经常利用植物之变 伪造病例和处方 开违禁药品供自己使用 1975年东窗事发 哈罗德被开除 并且罚款600英镑 后来的调查表明 就是在此时 他犯下了第一桩谋杀案 1977年 他以真诚的忏悔 打动了英国医疗理事会和内政部的官员 转到了海德镇 继续做医生 1993年 开了自己的私人诊所 哈罗德是全镇唯一晚上10点以后 还愿意出诊的医生 对待患者极有耐心 尤其是对老年人 会耐心的听孤独老人叙叙叨叨 甚至会陪他们喝下午茶 很多老年人觉得 能遇到他这样的医生看诊 简直是太幸运了 正是因为如此 谋杀了凯瑟琳格兰迪事件曝光以后 依旧有很多人选择支持他 甚至不惜到法院替他喊冤 这个恶魔在服刑4年以后 便在狱中自己身亡 有人认为哈罗德认为自己不是在谋杀 而是替年老体辱的人提前解脱 因此只认伪造遗嘱的四年行息 但是没有人可以随意决定他人的生死 恶魔只是披着神圣的外衣 行恶魔之事罢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